今天6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時半 來到深圳,現在下雨 我經這條扶手梯,上去來湖深熱城 拍些什麼拍的 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多多支持 這條來湖口岸,上到來大雨 拍一拍給大家看周圍 因為大雨的人就會走外面 都經裡面走的 我都經這裡進去,因為它很多入口 如果回香港也是經這條路 我進去西月城裡面,看看什麼 這裡是啞傘頭,我走這邊 拍一拍周圍 還有人流 因為下雨,人們都會在這裡 這裡也有一個羅湖汽車站的入口位 這裡有一個入口位的羅湖汽車站 對,環境就是這樣 我由這裡進去 拍一下酒樓或銀行或周圍的情況給大家看看 進來就是這樣 因為再穿過羅湖汽車站 就到羅湖山協城 現在這個環境就是這樣 已經熱鬧了,之前也很冷清 就會先有一點煮的 在這裡有當賣雞 我先看看價錢 有些鹹雞的那些 變得45元,壽司雞 還有一些賣箱 好 類似有便利店,還有手果,有一間絕美 這裡周圍環境就是這樣,那邊也有宗移動,聯通 這裡就是汽車站那裡 我從這裡就穿過去羅湖城 走到盡頭那裡 也有些店舖,有些賣樓,有些銷售的 有賣袋 旁邊這個位置就是通去羅湖城城 直出去就是 下雨也不怕 周圍環境感 現在早上10點多 它也有一個服務中心 環境感 我周圍拍一下 在那邊再轉過來 就會見到工商銀行 這裡也有一些 中國聯通的店舖 周圍有窗簾布 這個入口好像是按機 其實外面也有一個入口 我覺得這間工商有三個入口 現在下雨沒什麼人 拍一下辦公時候給大家看 再走進來 走一點路 這裏都是工商銀行的另一個出入口 都有人 直出另一個入口 有兩個入口 剛才有三個入口 應該有 再轉過來 再直行 直行之後 轉彎是有一間建行的 轉來右手邊 再走到督 就有一間建行的 應該不多人了 我現在應該 應該和以往就 到處拍一下環境 沒有店 都又開了 健行更加少人 因為以往排出來 現在沒有了這個情況 現在 現在 眼睛都不太多 眼睛都不太多 拍一下辦公時候給大家 了解一下 原來建行 你再轉左手邊 就有一個 可以配損 保鞋 這裏有個位置 可以告訴大家 這裏有很多 網友都會問 不太多人 那建行附近 都有一些美容 修夾 那些 我看到也有人樓 拍一下門口 旁邊的賣手袋 前面那些都是美甲 都是美甲 好像被我之前來 已經熱鬧了 上到來二樓 都有一些 店開的 賣一些 食物 假髮 旁邊這一間 彩蝶軒 還未開 上次來 都是未開 告訴大家 未開 來到三樓 看到有些 改衣服的地方 如果有些 網友需要的 都可以 我看到有些美甲店 通常有開 可以的 這裏更多 很多間 有些按摩店 都有開門 如果大家離開 就知道 因為我 沒有做這方面 我都不會美甲 如果是 有需要的朋友 也都知道 有些都開了 開了舖 那這裏旁邊 都有一些 這裏都有 是否改衣服 還是怎樣 都有一些 這間 韓日美甲 我看到有很多人 這間 有很多客人 這間 都開了 旁邊有一間 尋味覺 我之前也拍過的 他都重開了 現在都 有開到 有些菜式 不過我看不到價錢 有些菜式 照片 挺漂亮 裏面 我拍門口 如果離開的 都會知道 他開了 美甲 好像有按摩 都有 開了 對 做面相亦都有 拍給大家看看 周圍都有美甲店 開了 可能現在早 晚點多一些人流 這裏有 改衣服 在三樓 在三樓的 改衣服 這間 方便一點 整條行很多都是 美甲店 或者洋服店 都 開了 大部分都 都好處了 都是 一道道 其實有些 很刺的 一道道位 原來三樓都好多改衣服店 基本上 限條行 都好多一間 大家離開 都可以找 這裏連續幾間 都有一些美容店 有一間 剪頭髮 拍下價錢 了解一下 這間叫好朋友美甲 都有點有生意 上到四樓 好了 有一間名店酒家的 之前都拍過了 十大招牌菜 有些什麼喝茶 優惠 給大家看一下 開放時間 門口 有個招牌 裝飾 外面已經進去 都算有人喝茶 這間名店 好像裝修都很好 外面 真的這麼大的 用了一些 沙醬 簾 遮住 也是四樓 我看到這間 都比較大 可以按摩洗頭 都可以 門口有點優惠 因為我沒有離開 不知道這些新還是舊 收甲 尾甲 有價目標就拍下 我看到這間 都好像挺漂亮的 椅子 都看見 椅子 都是 四樓 都是 按摩 收甲 都是按摩 幾間店 都有開的 都說 四樓 四樓 原來都有改衣 如果有需要 其實到處 都很多改衣店 這些 開了 因為現在早 所以不見人 都說 全部都開了 類似這些店 四樓 有一間門上的 都開了 拍下周圍的環境 門上走了 開了 他都開了 他門口有個牌 我就拍一拍 都有些價錢 拍一拍 裡面 情況 再轉進去 都有位 都看到有人 酒樓隔壁 都有幾間 美甲店 那些 做按摩 什麼都有 是酒樓隔壁 是酒樓隔壁 我看這宗 都有生意 都是四樓 金運來 都開了 環境就是這樣 是不是有些價錢 我就拍一下 另外有些海鮮 是否有些 價錢 這個環境就是這樣的 我拍一下 環境就是這樣 可能晚一點會多人一點 這個就比較清淨一點 我看到他也有早餐 有些早餐吃 現在就靜一點 可能晚一點才多人 周圍環境就是這樣 金運來都應該有個燒米檔 現在就沒有 不知道是早餐 有些價錢我就拍一下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賣 他騷了出來 有些價錢 酒樓對面也有些便利店 旁邊那些像古董店 之前我也拍過的 這條四樓 有一個補鞋 是在電梯旁邊的 在電梯旁邊的 依然存在 這條四樓 我們先拍一下 我現在身處在四樓 周圍的環境 有些約四樓 在五樓的 很多洋服店 有些时装店,100元4条 有人有兴趣,外籍人也有兴趣 这些都是时装店的 还有洋服,一些礼服 这些是五楼,这些是西装的改衣店 这些都是礼服的店 这些是五楼 这些时装店也开 转过来,有一间酒家 王轻酒家 我觉得上次拍,我也有拍过 上次是刚开张的 价钱,有些什么鸡 138元一只 一羽三尺 再拍一拍,周围 周围的环境就是这样的 进去拍一下 也有人喝茶 里面都很大 这里都是五楼,走出来 五楼都很多,购买礼服的店 前面都是,前面走过去应该是单季軒 如果我没有记错 因为我认识都是一样的 有些礼服的店 都买礼服那些 在五楼 就是我只说过去楼层 在哪个位置就很难去说 如果大家想走的 因为我知道 现在我转过去,就去到单季軒 这边有酒楼 这边有酒楼 那些店铺 就比较开得齐 你可以看到这些 你会看到,这些 买.... Naygie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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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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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很久,即是重開了很久 看那邊吧 我進來,可以拍攝一下 周圍環境就是這樣,也很多人喝茶 因為這間店都很有名 即是重開了很久 酒樓走出來,店鋪也有開,賣鞋 旁邊也是有開的 一走到最尾,有一間小桃園 剛剛打對面的 店鋪也有開的,那些店鋪也有開的 我不會進去 這裡比較和,有兩間酒樓 人比較多 我想越晚越多人 這裡旁邊也有開的,店鋪也有開的 賣茶葉的也有 旁邊也有開,這間店是賣茶葉的 其他東西,雜貨那類 這間店也是賣茶葉的 這裡也有很多 它還有一間美甲 這間店也有生意 看到它是 又當作茶葉 這間小桃園 有很多人想知它有沒有開 開了很久,重開 開了很久,因為我都很久沒過來拍 周圍環境就是這樣,很多人我看到它 海鮮的價錢 我肉眼看,這間有很多人喝茶 來小桃園有些印度薄餅 這間有另類的食物 也有很多人喝茶 有些燒味檔也有 有些小桃園裡面就是這樣的環境 再出來,這間店我看到不斷有人進去喝茶 酒樓轉出來,又當作假髮 有很多這些 時裝店都是100元4條 也有人有興趣 有些古董店,我也很喜歡這些東西 很喜歡的 我看到一些是燈台的衣服 什麼都有 我走出來有一間賣粥的 編的那些東西,有線那些東西 好像多精緻,多漂亮 這間店都是賣粥的 編出來的線,我覺得挺特別 最小把都要20元,老闆說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用來做手信,真是不錯的 這間店都是五樓 小桃園一邊走出來都可以看到 原來他都有些手袋賣的 偏織的那些 我覺得挺特別,我也挺喜歡這些 我純粹是拍的 因為我已經沒有購買肉了 你會看到他這些 有些木,因為我也很喜歡木器的東西 這就是五樓了,最高那層 基本上我都走光了 不是每個角落都走,因為這條都很大的 我基本上走光了酒樓 那些狀況 我五樓再拍一拍到下面 不同角度 我會拍到下面 再拍吧 我都是會落回去的 我這條片我就拍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